可能想把这个都搞得再好,没事,我们我们就做,我看有那个好的都可以更,我觉得这这样比较更 ok,ok,那那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先先就是说,就是呃,我们了解这个ZKSTARK呢,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先从大的上面看,那细节呢,我们就先先不看,因为你如果一上,因为他这个细节太多了,对吧,你就是说我们就是从上往下,对,我们先看high level的,我们把high level理解了,我们再,再去看,看哪个部分, 因为需要展开,再去深入,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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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那我们,那他这个这条工具链呢,就是说,那总体上来看呢,其实这条工具链的分界链,就是在这个RIX,就是这个R1CS,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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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从工具链的角度来说,他这分界链也在这,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具,他可以,就是你,直接定义这个,这个电路,然后呢,他会把你这个电路,比如说,这个,那个, 那个node,node.js的这个circum,对吧,他会,你可以用,就他这个相当于,他支持一套这个电路定义的语言,你可以写一个代码,就是表示一个电路,然后呢,他就给你编译成这个R1CS, ok,然后呢,那还有些人,他就开发了那个更高级的语言,就比如说Python的,你Python,你写一个,那个,写一个,写一段计算的代码, 他也能给你编译成R1CS,ok,那,那,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里,那,他就其实只是一个高阶低语言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直接写这个高阶语言,写计算, 还是说,你直接低阶语言,就直接写了这个电路,这都,都没错,反正最后,他都会给你编译成这个R1CS, 就你刚才说,第一个就,现在已经有node.js,就一段node.js办法,可以编译成电路,就他有那个tool, 呃,不是,他是他是这样,他这个这个是个Circom,相当于是个NodeGS的包,然后呢,那对,然后他这个库呢,相当于你,他他他支持你那个,那个,就就叫做什么,就是,他就包括一套那个API能build的这个电路,对,他就是,他就是能能能那个能能,就是他定义了一套这种这个语言嘛,那我就,啊,我这个不在,对吧,我我可以换一个, 那就跟那个tenderflow一样,他就弄那个build graph,就用弄的API 对,就比如说你,你可以写一个这个东西,你写个这个东西,哦,写个这个东西以后,他就可以给你给你编译成这个一个R1CS,OK,那他这个地方一个计算,其实你很好理解了,就是说,你就是A,A乘以B等于C,就是做这么一个计算,OK,OK,OK,啊,啊, 他就给你编译成,OK,这是能,这是那JS吗,这,这是JS,是吧,就,不是,这个,不是,是这样,就是说,他自己定义的一个语言,啊,对,他自己定义的,对,他自己定义的,对,对,对,OK,啊,就是,就是说,呃,你,你比如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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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编译,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这个,这段代码,我给他,对,我,我,我后面的话,我这个里面,我加一些代码,对,对,嗯, 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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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直接加,我就现在直接加吧,对吧,你如果时间,完全有空的话,完全有空,那我,那我,那我直接加啊,可以,直接加那个Code,Code, Code,嗯,你要lock的话,啊,是不是三个平,就那个一,一左边那个打三个,嗯,我看一下,嗯,我,我,我,那我,那这个不是,我看一下,就,就,你说打,打三个是吧,打三个,这个,打三个, 就打三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markdown语法,它是markdown语法吗,应该是,你是MD吗,我看你是MD吗,你是MD,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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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markdown语法,是吧,是,是,这是markdown语法,好好好,好好好,呃,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我们,就是,这个,这个文件,我给他,呃,我给弄,我直接就在这写了,嗯,完全好,你写的这文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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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谢谢观看 然后我们可以用circum将它编译成r1cs ok 那这个编译的语言呢就是这个 ok r1cs就有点像个方程组一样 就它变量它就有一定的限制 对对对 就像限运规划里面就给一个那个方程组的限制 对对对对 ok ok 这个 这个pyswork的这个我我我后面我我我再加个例子 我加个例子 我加个例子 它就是python的就也是这种形式的 对 加个例子 ok 这里加个例子 加个todo 加个tod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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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这个呃 这个关于这个r1cs呢 反正我们就知道它是一组约束就行 我觉得就是这里都先不展开 因为这展开就太复杂 太复杂 你就可以理解它为一个一组约束 那这里有两个要点 有两个要点我觉得是是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呢就是说 你这个一个约束就相当于这个电路里面的一个节点 就像我们讲的一个逻辑单元吗 对吧 嗯电路不是讲逻辑单元吗 对吧 你可以认为就是说一个约束就是 对于一个一个节点 或者是说对于长数个节点吧 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一个节点对应长数个约束吧 反正这个你就认为是一对一就行了啊 这不是很重要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只是个数量数量级的问题 ok 啊 然后呢 啊 所以它这个约束的这个容量呢 它就决定了这个电路的容量 就是说你你比如说我我这个约束系统 这个约束系统比如说我有个容量上限 就是说我这个约束系统比如说最多只能包含 2的12次方个约束 举例啊 那那意味着你这个电路呢 就最多只有2到12个这个2的12次方这个这个节点 这个或者说我们叫逻辑单元 那那那其实就是说那他这个你这个约束系统 啊不你这个电路的这个节点的这个上限的约束 其实就对于你这个计算能力对于 对计算能力还有电路的 你计算复杂度或者说我们说计算复杂度的约束 对吧 make sense 完全make sense okok 所以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有一个点就是说那那 我就是后面我们在在在生存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他会比如说他会让你选择就是说你的这个约束系统的这个上限 那你你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计算这个复杂度 你你你选一个比较合适的 因为你肯定是越大的话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算你验证 你肯定等等之类的肯定会更复杂嘛 对吧 ok有点意思啊 那这个约束系统他就有主流的几种是吧 他跟这个 对 对对对 ok 对 但是我我我理解就是说可能就是大家可能都是用用最大的就是吧 就都用最大的就是啊 ok 现在practice有有一个最大的啊 啊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说那证明就是说那这个这个这个证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相当于他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不是有这个电路吗 对吧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相当于他整个这个计算的过程对不对啊 对啊 那那所谓证明呢就是说我证明者我提供我我在这个这个整个这个计算这个过程当中的输入 以及在在这个每一个逻辑单元的这个中间结果 以及呢最后的输出对吧 就是就是这个输入中间结果和输出其实就对应我们这个电路上面的这个逻辑单元或者说节点对吧 我我我的证明者我是把这所有东西全部提供给你 就整个整个这个从输入到中间结果到结果全部给你对吧 啊 那那那你这时候呢我给你的以后你验证者 这个验证这个验证了以后呢你可以 获得两个信息 一个呢就是说这些结果是正确的 就是说我这个结果比如说 这个AA乘B等于C对吧 就这个这个结果就是说 你同你你同时给我提供了A和B和C吗 对吧我我我能我能通过验证你的proof就知道你这个A乘以B是等于这个C的 就是说你你这个你这个计算是正确的 你没在那瞎算啊 嗯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他是他是就是说你只能这样就是说按照这个电路一步步的这么算 就是说你你你你你有A和B你只能扔到这个电路里面算出来得到那个C 然后呢你把这个C给我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伪造 就是说你你如果没有算这个A乘B 或者说你没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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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A和B的话你你你你你是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构造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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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给我让我让我相信你你是把这个计算流程走了一遍 哦 呃呃呃就就就就就就怎么说呢就是说 就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呃你你必须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个输入对吧你有一个输入AAB你有什么AB对吧你你自己你必须就是说从这个这个电路这个里面走一遍然后得到一个C 得得到一个C然后把然后呢你把整个这个这个这个中间结果这所有东西一起给我OK给我验证者然后那这里这里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是把这个直接就是把这个A和B和C就就就就给他给到那个就是给过来的这个不不包含这个ABC的原文吗 OK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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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zero knowledge对吧就是说就是说呃就是我我我我我怎么说呢就是说 他这个这个这个就比如说刚刚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AA乘B等于C嘛对吧嗯 就你给过来的这个证明里面不包含就比如A等于3B等于5C等于15对吧嗯你给过来的证明里面是没有355的对吧这个你肯定知道嘛对吧这要不然他就不是zero knowledge嘛对吧对啊啊但是呢就是说我我我知道一点是什么呢是你你你你你给过来的比如说 你你你你你有ABC三个值他不是不是三五十五但是他是比如三个值我知道你这个你你这个是你这个C肯定是A乘B呃算出来的并且呢就是说你你这个C只能通过你把这个A和B扔到这个电路里面算出来 你你你没有办法在外面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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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一个结果 ok 就是说你这一个就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个ABC就电路里面的所有节点就是呃证明者要给出他的值但是他就是不是直接explicit的就给出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跟那个这就是那个限制系统constrained那个那个system有什么关系他是通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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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给的吗还是还是这一步就你说的这一步是在限制之前这电路这就是你就是你想说明这个逻辑上电路的一个性质还是说这个跟这个constrained这里有关呢 呃呃我想啊就是说对他给出来的这个值其实就是就是代表的他他他他就是经过了就是他通过了这些限制就是就是说这这些值代表着他通过了这些限制就是他这个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计算的过程但是他每每一步其实他其实相当于呃就是就也是个限制就是 就是那那我理解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上一步是电路先转成了这个这个R1CS这个限制这些限制的等式吧或者是不等式然后这里给出的他就是他就是本来他就是要给出这个原来这个电路里面的所有变量然后他但是他现在能能等价的通过给出这个限制系统的一些复制然后来对对来等价的给出原来电路里面的一个计算过程但是然后这样他又不会展示就是原来的那个 那个那个具体某个变量等于某个值然后然后然后他的性质是这两个是等价的就是说你给那个后面那个呃验证者可以通过验证后面那个限制系统来来来过来来那个等价的验证你那个最开始电路的那个性质的计算的满足的性质就这个东西 嗯对对对对对OK 对 呃OK 那那那个 OK那那继续啊继续啊OK那那也就是说 呃那怎么说呢就是说那我现在有了这个R1CS对吧 那那就是我刚讲的就是R1CS是整个这个链路的这个这个分界点对吧 嗯对对对我有了这个R1CS以后呢我就是有一有一些工具我就可以来验证你这个 你这个你这个R1CS 呃我就来可以来验证你的你的这个proof你的你的你的这个proofOK OK 呃然后他这个他这里是这样就是说呃验证这个proof呢 呃他这里有个问题叫做那个powers of talk 这个这个powers of talk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是这样就是说相当于呃我要能 比如说我我都验证的要能验证你你你的这个proof对吧就咱俩之间要有一个一个公共的一个初始的key OK啊那这个初始的key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我我我这个application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要有一个公共的初始key啊 就是因为因为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任何人都可以可能是这个proof也可能是这个verify嘛对吧你你任何人既可能要要证明一个东西给别人也可能要要验证别人的证明嘛 就是你只要在我这个系统里面对吧在我这一个应用里面嗯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公共的这样一个一个key OK啊我们要有公共的key呢相当于相当于就是其实说白了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从那个qap的角度理解呢就是为什么powers of talk嘛他就是他有一个套嘛然后然后他就是不是那个这个套不是要要求他的每间嘛就是呃套的平方三次方四次方这每个都求求了以后磨磨一个数嘛嗯然后就得到得到一个那个余数嘛就就是这样一串一个一个东西我理解就是这样就最难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他他有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一个一个公共的一个一个key就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你没这个东西你你你后面那些没法算啊因为他那个都是通过那个对样式的性质嘛啊OK这个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公共的那那一个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说呃就是说或者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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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一个正确的做法是我在这个系统刚创立的时候呢我我就是生成这样一个key啊我生成这个key以后呢 我我就我我就要把这个生成这个key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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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就给他销毁哦啊因为因为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不销毁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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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的话呢就是说别人知道我是怎么生成这个key的那那他就能就是相当于伪造proof 哦OK这个我还不知道OKOK那那那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那那你之后这个不就变成个中心化的事情了对吧你相当于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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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任何一个项目或者系统你你得相信就是说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对吧他他生成了这个key以后他把这个他把这个这个过程销毁了嘛对吧对 那那那这个就肯定是不行了对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说网上现在他就有个方法呢就是说他叫做这个就生成这个key的那个那个那个一个一个叫什么ceremony ok他生成这个key的ceremony呢他就是他是怎样他这个他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性就是呢呃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生成这个key 然后呢只要其中任何只要有一个人生成完就是你每个人都生成一个一个相当于是一个subkey ok或者是说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是说你你你往这个key里面那个contribute的一一段 ok就比如说比如说这个key本来是本来是0.0.0你你contribute的一段变成001我举例啊嗯版本就版本嗯就是你本来这个key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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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然后你你contribute的一点就变成了0.0.1ok嗯然后接着还有人在你的基础上再contribute 变成0.0.2就这样ok那他这个过程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这个所有的这些contribute 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他就他他每个人他是生成 生成一个相当于一小段吗就是你自己那段contribute吗对吧你生成这个contribute这一段和那个和我们刚刚讲的生成那个公共key其实是一样的啊 你你生成这个contribute以后你也要把你生成这个contribute那个那个代码给销毁okok 啊他这个性质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生成了他的contribute以后把他的代码销毁了那这个key就是安全的 就是安全就这个整个整体就是安全的啊因为他拼出来的就这相当于这意思啊现在他就是时间上都用这么一种方法 所以就是说之前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密码学里面就有一种是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换一个就公共的key然后还还不让其他人知道的一种那那个应该也是一个一个经典经典的这个就是反正是那个的估计是衍生吧然后这反正就他解决的问题就是大家能够 共同交换一个一个key然后大家都trust这个这个key 嗯大概大概这样他就他就他就要求需要需要有这个嗯 ok你说嗯ok然后然后的话呢就是 呃对就是说这个这个powers ofpowers of talk的这个问题反正现在现在是是这么解决的ok 嗯然后然后呢就是呃然后呢先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这个像stack.js这样的包呢他还有一个好处是他拿到这个risk以后呢他可以直接帮你生成那个那个智能合约就是验证的智能合约哦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他生成这个点色文件你直接就部署就行了相当于相当于你你把那个前面的这定义好以后你那个验证程序 你就可以直接直接直接上链吗对相当于是这样有点意思啊啊啊啊啊哦就是说 嗯 就是说他这个他这个验证期判量也不像很大他就智能合约证里面都都可以对对对对 他 zk snark 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的验证是非常的轻量级的ok 那那他这里就是说他的智能合约也需要那个key或者说他是调制智能合约的时候提供这个共同生成的这个这个key 这里有没有奇迹这个细节 呃我想一下 还是说这个key什么都不是应用层表现出来因为对这个我还呃他这个这个公共key我理解就是说你可能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就要就要那个把这个key放进去了然后然后你可能才能才能就是说呃就是说呃就是呃就是呃就是呃呃就是他他一弄他一旦生成好就不用变了他比如就写来智能合约里面写死的是这样啊对对对ok 哦那合理嗯你说你说你说呃呃 对就是说你你包括你你你你要生成你的proof你你也要有这个key啊 ok就是你你你你验证和证明都要有这个key就是相当于你那个电路就是说你你分了两部分吧你你你前面那个部分不是 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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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第二步的做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如何在不暴露隐私的情况下 让让让我让让我这个证明者 在这个在这个计算里面做了个计算 然后呢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verify可以验证 这个就是第二部分做的事情 这两部分其实是分开的 对吧 就是说你可以理解这两部分事情是分开的 哎 那你做第一步 就是说你从你从计算得到这个 瑞克斯是不需要什么key的吗 这都不相关的 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public的一个knowledge 这个就是是完全公开的对吧 就他原来那个电路 都是公开的 你你对电路都是公开的 对 ok ok 对等于是公开的参数 然后编译出来那个约束系统也是公开的参数 然后对 那这个key他生成好以后是公布的吗 还是说像私钥一样 大家大家都藏着 如果理解这个就是这个key 这个key是公布的公布的公布的 就大家反正只要约定同同样用这个key 就是那相当于这也是一个public的一个information 对因为因为这个就是说你只有有这个key 你你的你的证明者才能去做这个证明 你那个验证者才能验证 你没这个key你你都做不了 明白 那就等于证明者会用这个key散一下 这类似于这种 然后他就能那个加密一下 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 ok 然后就是那边那个验证者 他用这个key他就解一下 然后他就知道你是不是 你用的这个key去 去sign或者说去进行这个 那个证明过程 或者说就对那个 一组限制系统进行复制 他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 ok 哦你说你说 ok 呃我想我想到什么呢 对 所以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整个链路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两部分吧 对吧 第一部分他其实是如何把计算转换成这个rex就是说约束的这个问题 第二部分呢是说我要验证这些约束 我如何实现就是这个zero knowledge对吧 这个这个其实就是对对对 ok 那那那那基本上来来来讲就是是是这样 就其实都讲到这就就就 ok 就基本上是这样了 那那那其实就是说但是我我感觉我个人是这样就是说你看完这条链路你不知道他有什么用对吧 就是这个就网上经常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刚前面的a乘b等于c对吧 或者是说求个立方对吧输入是x然后输出是这个x的三次方 就是说那我按照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验证者可以得到两个信息吗 就是就是说你这个结果是一步一步算出来的对吧 嗯不可能是我嗯并且你是正确的就是说那我我我知道你你你你一步一步算了一个三的三次方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对对对 就这个有什么用呢对吧就这个就是我我觉得是这网上就是这个文章其实出大部分文章最主要最最大的问题就在这 就他把这个链路讲完了以后你不知道他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对不对 对就不知道怎么用或者他用用的就怎么用和和理吧就这个东西他对对点在哪了 对对他但是呢其实就我觉得他这个主要点就是说他例子举得不好 他举一个这种什么求三次方a乘b等于c这个别人就没有体感对吧 就不知道东西干嘛的其实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个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电路里面这个电路啊他其实最终他是约束对不对 就是他这个电路里面有个最简单的约束就是他的电路符号里面就三个等号 他就是要求你某一个节点是等于一个固定的值 哦啊就可以有这种对就就就就这我就是你有了这个约束以后呢 其实你你你相当于你对你对于输入就有约束了那那这个一旦对输入有约束你你其实你这个东西就就有意义了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 我们俩现在玩玩一个扑克索哈对吧要卖艺人发补账牌 然后呢就然后我们呢就可以下注嘛对不对 嗯然后他我当然我现在有有一个很变态的规则就是说你必须手里有一个对子你至少有一个对子你才能下注否则你都不能下注都规则就不允许你下注 哦 OK OK那那我们俩我们俩现在玩这个牌那那那现在你有一个动作就是你你下注了对吧那我我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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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就是说你你你你你能不能下注了你说你有没有对子对吧 但是你不可能把你的手牌告诉我对吧你把手牌告诉我那就没得完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OK 那所以就是说那我们这个电路就可以怎么设计呢就是说我我电路前面比如说我对你手牌做各种计算对吧我计算你这个手牌里面总共有多少对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得到一个值然后呢我就可以就是说我我有一个节点对吧我有一个节点就是判断你你这个你这个对子的个数是不是大于零对吧 嗯然后我这个节点的输出不就是一个不二行吗对吧零零或一吗对不对 然后我在这后面再给他加一个节点这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等于等于等于一 就是说我要求你上一步出来这个值必须等于一就是说你必须是是是那个对子数是大于零的 嗯嗯啊那那也就是说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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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给我提供这样一个proof 你的那个手牌你是不能不能不能乱写的就是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你这个例子完全巧妙 这这完全是一个实用的一个一个例子实际的例子就这样你就能再暴露你到底是什么牌的情况下 还能给我提供有效的证明让让我相信你是有对子的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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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进行我就我就反正我就让一个验证以后我就能知道你是有对子的对对OK 就是说你你你你不能就是说你不能你的手牌是个其他的东西然后呢你你直接改这个中间结果然后把那个最后那个那个结果改成有对子这个你是做不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你你必须是一步一步按照这个电路算出来哦 你懂了就是说那个他这个就是其实那个那个电路转成限制系统这一步是比较巧妙的 然后就是说他那个他那个原电路里面你要任意他就防住你任意改篡改值或者你构造一些东西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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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转出来 那样的东西就是可以被那个正伟就可以被看出来对吧就你不能对对对随便去狗狗对OK 你就要一步一步算出来哦这个还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嗯OK明白这样的话我不就嗯你说你说你说嗯然后你看你刚刚最开始提到提到那个最后一步就是是更底层的一个细节了就是 你把那个限制系统转成多项式因为他那个zkstark就产生那个短证明他其实是要是要是是是解一个那个那个多项式就他他是转成另外一种证明问题他证明一个多项式是有就你知道某个根的就我之前看的都是对对对对对对OK对对对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就是第二部分我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你并且这个就是说其实就是zkstark他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在snark这部分对吧就是说他是很短的一个证明并且呢他是不需要跟你再交互的对就是OK那那个那些都是这相当于是实现细节问题实现那个是哦那个实现细节的那个就更底层的是一大块研究的实现节反正能实现成那个对 那就等于是就是两大步一个是电路转成限制系统然后一个然后第二个限制系统转成那个多项式 对明白明白你你举这个例子完全好你举这个例子一下就让我想通了那个faircoin的那个那个例子就是呃就是faircoin那个他是应该是反正就是细节也是不说的他他最终应该是一个morkle tree他那个电路应该就是一个morkle tree就一层一层往上算到那个root嗯 他应该就是那我那我这样我我后面我我我这里再加一个faircoin的对吧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咱们是这个对这个就更结合实际了因为他是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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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我感觉他应该是弄了一种就一个morkle tree然后然后就是呃他就是说呃细节我就不说了反正他就是证明了一些一些data存在嘛然后他那个data data还能再表示说你去那个做了大量的计算提前做做了大量的计算然后沉淀在那儿我说你不是说嗯呃现场不能弄出来然后反正他最后的一步就是一个一个morkle tree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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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面是很宽的然后一层一层缩小最后他搞了一个root他就他他就他用用用那个几种morkle tree反正他就是一个搞了一个root然后他这个电路应该是最后限制成他说你那个root跟必须是等于多少 某个特定的值那个值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你在刚开始封装的时候告诉所有人的嗯嗯啊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的嗯 对ok那这个这部分我也看一下我觉得值得看一下对既然我们搞他是一个很长的很扎实的应用就是说他这个代表一种pattern的就可能有很多都能转化成这种过到的morkle tree的这种形式去去应用 嗯比如说他比如说可以证明某一个counterbalance是大于多少比如说就你可以证明说你有两个Bitcoin但是又不告诉就你就你就你有大于两个以上的Bitcoin但是又不告诉我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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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是不是也能套那那那啊对啊那这不就和你对的一样吗对吧就你至少有一个对子吗对吧嗯你至少有两个比特币吗这不是原理一样吗OKOK 然后比特币 对但是这个的那个 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让他乱 我想想 就是不能乱填 那个 我理解他应该是这样一个 电路就是说他这个电路呢 他比如说他一个输入是你的 那个地址就是说通过 这个通过这个地址我不知道 就是说通过这个地址能看到你的 那个个数 然后另外一个输入 可能就是二 这个是个可变的 然后你这个整体 整体都是一个就一个 一个输入进去 然后最后出一个结果 是是那个是必须 是是是等于一的 对 OK 我大概能能想明白这部分 包括你说的这个 这个对子的这个例子 我想想 但是他就往他就往 再往前就跟链结合的 那部分 他是他是怎么能 比如说你说这个这个对子的例子 那刚开始的 输入 就我们可以想象吧 那你的这个电路的最开始的输入 可能是说 你的某张牌 你有没有就01 对吧 嗯 就就就比如说他是那个50 54张牌 对吧 然后然后每张每张牌 你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然后你一组是个有效的输入 然后你输入进去 做一遍证明 那他这个 就是说他就是 那他这个这个01 啊我我懂 就他这怎么关联一下 跟 嗯 想想啊 就是说 嗯 我懂你意思 就是说 你这个手牌不能我自己随便填 对吧 对对对 我想想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你只能证明说我能构造一副手牌 这个手牌满足某些性对吧 我是想你证明了一个这个 对但是那个那个应该是更前面一部分就是还有一个一步是 我怎么证明这个手手牌 就是有或者说大家或者说这可能是另外一种 就是大家怎么对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对 就是说对嗯 对就是就大家怎么有一个公共的一个一个knowledge就是说你有这个手牌 OK 嗯 这个我我记我记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可以再去看看给给弄清楚 就这个一样的情况下 就串起来了 就是就就就我现在想到应该大家大家都共同知道一个比如说一个has 或者一个状态 就这个状态是大家共同承认的 然后你这个电路输入的是这个状态 你这个状态就包含了你有这些手牌 但是但是你大家不能通过这个状态去解出来 去知道你具体的你有什么什么手牌 对吧就是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实际例子 比如说我们想在链上实现一个这么一个 就就你说的这个例子就玩拍的系统 那那那我怎么向人证明 说我有一个手法 然后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对吧就就用 这个例子 然后这个通了 我觉得那些其他的估计我们也都也通了 嗯嗯 ok ok 行行 那我我再补充补充吧 我再把这个再补充补充吧 ok 我我觉得对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QAP那一套 那个那个那个怎么多样式 那个我可能不不怎么展开了 对对我觉得不需要 我我我我 对我我但我觉得这个RICS 我可能再再再加一点我感觉刚刚讲的也不是很清楚对吧 ok 就是对RICS的理解 我觉得我在我在看看 对对因为因为这个可能关系到应用层 就是关系到这电路到底最后能长什么样 有什么样是 是实际的对吧 或者说他那个是就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是怎么能 能够那个 就是说隐藏吧 我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细节 反正你看吧 就你看吧他那个 对 嗯到底是咋回事 嗯 我觉得这个整 这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证据 嗯 嗯就就说这个弄弄懂了可能能 onblock一些我们的那种layer2的那些想法 那些 对吧 嗯 嗯 就是很多像那个之前我们想的计算什么或者什么东西可能都能跟layer2的结合起来 就我们都不用说从底层搞的链然后我们就复用现在所有的这些链就我们搞一个上层的然后我们就自己可以三个跑在各种链上 对吧对吧然后让他们还能交互我觉得这个 就想想都还挺有意思的 嗯 ok ok 那那我再我我再看看然后 那明天我再 我觉得这个研究完现在我也就看了 我觉得我也我也我也就看了 嗯嗯 那我明天再讨论吧 嗯 行行行行 好 ok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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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